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里面的设计这些小夹子还是小小兜啊 还有这种小便签的 这个很有法式的感觉 就是小狗 这种画画的这种绘画的风格 就是我一直想模仿的 整个Banner 这两个颜色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它是这一组便签是几乎是同一款的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录一期本剧视频 然后基本上都是我平时喜欢用的一些本子啊 便签啊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备忘录制条 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我们先从本子开始吧 然后本子呢大概有这么多的推荐 然后也不是推荐啦 我就比较那种外貌党 就是只要是外观好看的 然后也比较实用的我就会买回来 因为我本子消耗的比较快嘛 平时喜欢喜欢花花啊之类的 然后奥斯林也总会突然喜欢我的本子 然后就把它拿走 所以我们家本子是比较废的 然后先从我们第一个本子开始 这个就是皮质的 然后就是很 就是中规中矩吧 然后属于商务风 也可以属于复古风 然后它里面呢 它是这种活叶的 我觉得里面的设计 这些小夹子 还有小兜啊 还有这种小便签的 方便签的地方 就比较人性 然后这边还可以插一支笔 里面再翻到这一面呢 还可以装一些东西 就是它能装 非常的能装 然后它里面的活叶 像我活叶纸一般都不会 可以再去买 我直接会拿A4纸自己做 然后你可以把A4纸放到那个打印机里面 打出来比如说这种横线 然后或者打出来那种方格 或者打开点阵 你喜欢的样式 然后把它拿踩着刀 这样一踩 把孔之后就可以装到本来 其实真的不用去买那个 去买那个 去买那个 所以啊 这个本比较喜欢一点 还有这个 它就很有一种森林峰 写的是Forest 觉得也很好看 然后这种棕色的 就是我喜欢的颜色 然后下面就这个 这个很有法式的感觉 就是小狗 这种画画的 这种绘画的风格 是我一直想模仿的 就是很好看 然后很悠闲的感觉 里面呢就是 因为它这个配的红色的线圈 我觉得很好看 里面就是很中规中矩的文革 然后你也可以 我想这个应该是不可以 这个可以拆开 然后里面也可以打孔 然后把你喜欢的纸 再填充进去 然后下面是另一个 我就非常喜欢这种 度假还有加州风的感觉 就是加州日落 日落风的感觉 还挺好看的 好 背面是这样的 里面它每一页都 这个还不是每一页 那我记差 这里面有一个便签 小书签 也是中规中矩的横条 这个我也非常喜欢 下面这个 是跟它一个系列的 也是加州风的 然后里面就大概是一样的内容 就是这个线圈是黄色的 配这个粉色的就是我们说 baby pink的颜色 我觉得也很好看 然后下面 这个又是一个涂鸦粉嘛 我觉得这个乱乱的感觉 还有这个粉 可能上的岁数 就会对这种大红色啊 这比较艳丽的颜色 就就会情有独钟 所以这个本子我也觉得 我一定要买 然后它呢 就是不是那种非常厚的 就非常厚的那种书衣 它是很轻的那种 然后打开里面 一页就是各种涂鸦的笑脸 然后后面呢 就是你可以 可以这边做一些 铁条的备忘录 然后这边总结一下具体内容 下面还可以再来一些备忘录 就是它整体 还是有一些功能在里面 这个 这个的 这个我记得我买的是 B5还是 我这个买的是A5 然后这个你看 B5比下它还超约 有一点像杂质的那种感觉 杂质大小的感觉 下面这个就是自己 嘴衣搭配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红色的线圈 就编上的这个 很好看 然后配上前面的这个感觉 Leave and Learn 里面就是横格 就像我说的 你可以自己打印 打印条状之类的 然后它这个也是可以拆线 就很方便 然后这种材质呢 就比较防水 不用担心水被撒了之类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层 这个就是学习 下面这个本子就是 也是复古风嘛 我感觉我整体的喜欢的风格 就是一种复古风 还有一种随性啊 还有法师啊那种 比较涂鸦 或者是像刚才那小伙伴的风格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 你也可以发现我真的 可能是上个岁数了 然后里面就是很中规中觑的 横条 然后不要是被它的封面吸引 然后粉色巧克力 下面就是两个blanner 这两个颜色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它是那种风格的 可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种类 我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 可能我买的时候 有看看页面介绍 不知道它什么样 但是里面我具体 我里面就是这种风格的妆 不适合寄一些 比如说打卡 就有list啊之类的 好具体这些本子 我大概有什么推荐的笔记的 样式我可以最后给大家贴几张图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这个我想说这个蓝色的 应该里面也是这种 我猜应该也是这种风格的妆 对没有错 蓝色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给我的A6本子 买了一些提心 这种提心是自己没办没办法用 打印纸打印的 所以有一个随身带了一个A6的小本子 它在我书包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的提心 然后下面呢 再介绍一些变签 这组变签是一共是同一款的 然后这两个比较简单 然后我想说它可以贴在我的墙上 跟我那些画来做具体搭配 然后蓝色可以贴一些 比如是装模特啊 然后很清新风可以搭配 可以做一些dunk notes 之类的你把它撕下来就好 然后把你喜欢的文化草草 或者模特啊或者什么贴在上面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也很服风 然后它也都实用了 这两个 然后这两个就类似于weekly plan 这边是周一到周五你需要剪 你要做的事情下面有些 可能可以做的notes之类的 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我平时做YouTube 就要写的一些内容 它这边你可以写keywords 比如说我这期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这边可以main content 就我要做的主题的一二三四内容之类 它不要点一键 然后打卡了之后 你可以贴在墙上做完这样打勾 效率会比较高 然后这两个本子也是write write what you want to do 有点像to do list 然后这边一二三四写完了之后可以这样打勾 然后风格比较简单 这个是按小时来打卡的 比如说你想打卡 我这个时间段要喝水之类的 一般像我的话 我如果喝水 最近喝水量不够的话 我用手机 然后品 然后它会在页面上用notion 然后再来一个打卡 比如一天八杯水 然后喝完一杯水打一杯卡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有视觉效果的 可以贴在你的电前墙 之类的 下面是这一组 这一组是长条状的 也是那种温柔富补小清新那种感觉的 How about tomorrow 这边写的 你可以写你明天要做的具体是这样 它里面有好几种一样的风格 然后这个是这样的 下面这个红色的是爱心的 然后这个是小熊的 这个也蛮可爱的 这个更可爱 布丁 这一本我都好喜欢 然后再来看这一本 这个写的sea salt cream 然后my love here 前面第一也是这样的爱心 然后这颜色像香饼人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cheese的感觉 啊奶油黄像鸡的感觉 好好看啊 下面 然后跟它一个系列的 还有这两个本子 这个是绿色横格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 就是很清新的感觉 因为我平时工作中 总会需要写好多东西 然后需要在一个小时 需要做的事情 或者新的任务 所以这种小便签 现在是我的极大消耗顶 这个显得yogurt 好可爱 这个红色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鞭子或者蓝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里面粉色爱心 里面的黄色 啊这个很清新闪的感觉 哇这个本子整体也都好喜欢 没有营业 是我不喜欢的 好喜欢 这个也喜欢 然后结果这个是饼干的感觉 太棒了 下面的这一组是 从周一到周日 每一天都有 就是都有一个颜色 然后我把周五拿到了我的办公室 让我顾 因为我最希望 一周的一天就是星期五 所以我从星期五下手 但是这一些颜色 你就可以根据颜色来写 这一周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把它钉在这个 将你竹面上 如果有一个那种木屑板子 你可以把它钉到 周一要做周二要做 这样就颜色区分的比较 嗯 细化吧 然后你可以一眼看到 你哪一天需要做什么事情 好我现在的这个变签是这样的 一个卡带封 里面打开 这样的 这个里面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是有种 不规则的线形状 后面还有纯白空白的 可以自己随意发挥的 卡带封 然后这个是这样的小变签 但是我发现这个变签 它颜值非常好 只不过呢 你可以看到它颜色很深嘛 然后你在上面写东西 你真的不容易看出来 你自己写的什么 它真的就是 就是只适合做抖胀啊 或者做drunk nose的 可以来做一些周边的领装室啊之类的 所以这个做写的话不是很好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一个 是这种辣油脂的感觉 就是你也可以 比如说供朋友一个cookie之类的 你可以把这边写一些东西 然后用那个勾线笔 就是花画那种勾线笔 它会会拿手绿染这种吊色 上面这一组变签 小狗的然后各种花花 然后这个花我也很喜欢 就是它有好多风格 然后当时我就直接买了200张 200还是400张 然后里面就是不同的各种花的底色 很好看 然后我经常就是写一些 比如说我周末有朋友来 我要写做我三道三道五道菜 然后我会把菜谱写在其中的一张纸上 然后在冰箱上面这样一道一道 它也比较小也不占地方 然后很轻松 然后写完了之后你可以把它保留 然后下一次比如朋友再来的话 我又想再请这位朋友吃同样的菜系 那你就把其中的一个菜谱拿出来 贴在冰箱上 然后不用你再浪费时间写菜谱 或者是像我有时候 我会在手机里面寄一些菜谱 就来回翻转的看 所以我发现这个方式 是最高效的最便捷的方式 下面这个是另一种花花的 拼签纸 这一组就是有一些润染风的 纯色黄色蓝色 也就是简简单单的 就是很微薰的那种颜色 这一组就是便利贴了 然后平时比如说做一些读书笔记 或者是学习的时候 需要在书的边上做一些dose之类的 它们两个人就是可以有两颗沾线的 比较好 这两个它里面也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颜色 那这我就两个打开再给大家看 大概也是这样 然后跟我之前这些片线也大不太多 下面就是这四个大一点 这四个大的游过来之后我发现 我最喜欢的就是 这个在说就是这一组 这一组里面我发现 我当时看页面的时候 我觉得它都是复古风 但是流回来之后 我觉得我只喜欢这一块 所以这几个呢 我最近都在努力的消耗它们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需要 需要打草稿的之类的 然后我会拿它们来做 它比A4纸还好看一些 然后这变形画画也不是很清楚 下面就到了我们的贴纸和小便签 这些其实就是我平时读书的时候 会经常用到的 这个小细条的你别看它很细条的状态 就是它非常好用 然后它几乎每个颜色有两组 它非常好用 然后你把它贴在 我可以稍后把我的笔记 然后就是书上做的笔记 然后把它给大家贴一张图 你可以看它又细 然后方便你比如说一个本 剧作之类的书 然后你就要贴很多 那这个太宽 贴完之后感觉整本书看起来就很厚正 你找哪一个都找不到 然后这个小细条的状态就非常好找 然后它也不是很占空间 下面就是这个 这一款它有一个宽一点的 就可以适合一些 一些小nose之类的 然后我买了 这个 然后下面的就是这种很通不通通的颜色 我就发现我非常喜欢它这一组颜色 所以很多家都断货 我就好不容易在一家找到之后 我就买了五个 因为我几乎一本书 我觉得要消耗这么两个 所以编导以后就赶紧囤货 还有这个颜色的 也是美的颜色有两个 这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颜色 然后下面这个是纸质 这个是纸质的 然后贴起来的话 它比较 怎么说呢 容易坏 就是它纸质的嘛 比如说你装到书包里啊 或者是 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 它很容易把这个纸的边就揉坏 所以我用过之后 一个体验感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可能要吃灰了 然后这个的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旁边有一个线 就是孔洞 你可以把它夹在你的那个 火叶本里面 然后它那个还有一个隔齿 是和你比着 把下完线之类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sticky nose 它是类似于那种 嗯 是叫硫酸纸吗 然后它是有一种透明状的 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书上面 然后之后写东西 但仍然不影响你书下面的那些字的内容 它是一种半透明的感觉 还有就是各种的小贴纸 我喜欢用小贴纸 就是喜欢在ipad的背面 然后贴一些喜欢的最近喜欢的贴纸 然后换一个不一样的心情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做烘 烘焙嘛 然后送朋友一些电信 然后我会拿一个纸袋把它包好 包好之后把边口卷住之后 然后贴一个这样的小便签 就显得很有心意 大概五千区这样的 这几个 然后这一组就是类似于明信片嘛 打开了其中两个 然后上了一下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粉色系的 然后它里面有好多就是不一样的粉色的贴纸 然后这个是蛋糕 这个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那种雷射性的那种小气球 也很好看 然后这个是日系宝的那种爱心 下面这个是cherry 然后叫dessert 而且它的形状都是那种有大有小 然后形状不规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 这个小爱心 然后后面是一个这种小餐厅的风格 就是它每一版都有好多 然后这个是这样的 哇都好喜欢 就感觉有的时候买回来一些 如果要喜欢呢我就真的不选择用 然后就把它们封存下来 然后过三年之后发现 它好像过时了 好粉色系 然后它是这样便于你收纳的 你就可以把它整理了 然后再来看这个黄色的 一个风格 就是一个风格 叫什么猕猴桃 这个应该是吧 然后这样简简单杂的 这边checklist 像这个是这样的笑脸人 就是这样的小闹钟 然后再来看这个绿色的 绿色的就是很活泼森林风的感觉 这是它的笑脸风 这边还有香蕉 做的真的太好了 然后这个是购物拿起 啊这个sunset好喜欢 这个好好看耶 好有复古风的感觉 那种复古游戏机的感觉 好喜欢 然后这个是森林风 然后上面这个是森林系的flower 然后它这个flower是气球风 气球这个 然后再来看这个蓝色的 这边是蓝紫色的 这个就是那种可可爱的小胸风 是这样 然后下面又是一个气球 有个相机的感觉 出手电视机吧 然后 哇这个有胶片的感觉 就是你去那种 立即出片的那种照片体 这种感觉 下面这个蓝色的蛋糕 这个好好看耶 这个做这个有点像票具的感觉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手张里面 这个好看耶 小熊 那这个也是小熊 可可爱的小熊 最后蛋糕 嗯 它这个可以做成to do list 这边可以有check 喜欢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 然后呢我会尽量在网上面找一些 大家可能会用得到的一些 做笔记的小例子之类的吧 然后你们可以在屏幕的侧面看到 我给你们贴的照片 如果你有喜欢哪一个笔记本 或者小文具的 异象的话呢 你可以跟我评论下面留言 然后我会即时的回复你 然后把脸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把链接拍给我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次见 你一直在做什麼